在还是花苞的时候 薰奶皮说是最好看的品种了 这个黄白粉的配色真的很绝 都是详细介绍过的品种 就不多介绍了 今天就是给大家看看 下雨的时候的样子 瑞典女王初开的时候 就是这种杏色 我也没有那么喜欢杏色 但是瑞典女王真的无敌可爱 这是由于我养得太好 而放飞自我的硬格力宝曼 但是大家不觉得这样也很好看吗 我反而觉得更好 带斯德蒙娜 果然带斯和夏伟天最配了 那种悲剧女主角的氛围 完全被衬托了出来 但是却没有让人感到更加的凄美 而多了一股活泼感 由于是在雨天 带斯的花没有完全打开 要更薄一点 加上这种被雨淋垂了头的羞涩感 更加让人爱不释手了 带斯的颜色初开的时候偏粉 开到后期会偏黄 我觉得审美应该更加包容一点 晴天是美的 雨天也是美的 灿烂明艳是美 清风晚约也是美 无论是温婉的 艳丽的 清冷的 我都喜欢 我觉得养花学会欣赏最重要 总之就是淡妆浓膜总相宜 来看无论什么时候都明艳无比的 丽的花瓣虽然不厚 但是还是很耐雨淋的 大家可以看花型一点都没有变 天气再阴沉 它的明艳感也丝毫不减 我可太喜欢这个鲜艳的霉红色了 我觉得无论什么做到极致就是最美的 如果说带斯是和雨天融为一体的协调感 那么丽则是独立于氛围之外的惊艳感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下雨 喜欢到我选居住地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就是那里雨多不多 叶片和花瓣上的雨滴 衬托的力更加妖娆的 无论什么时候 蓝月石总会让人眼前一亮 每次见到蓝月石 除了惊叹太美了 真的是想不到其他词 我认识的所有的人 见到这些花之后 第一个问的总是蓝月石 毕竟是我说过的最喜欢的品种 至少在颜值方面肯定是顶尖的 最后无论怎么说 绣球肯定是最适合雨天的花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